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首先再次提醒一下 本月初的雜坛大禮包 已经相当于之前的图文不符系列 涵盖了近期各种广告游戏 如果你被广告洗脸洗到很烦 可以先去那边找找看 本次影片是帮上次挖的坑填上 本来想做的短短的 结果却越写越长啊 就看看5月的两款动作游戏 谁将被谁狩猎吧 我独自升级Arise 游戏开发商为韩国的Netmarble 改编是同名小说我独自升级 目前该IP由韩国出版社D&C Vidia持有 公司于2012年成立至今 从十几道网路的杂志小说漫画等业务都有涉猎 过往也有经理游戏带领业务 不过已经收摊了 我在浏览网站的时候还发现 好几部女性向的作品我都看过 可别以为我是什么钢铁臭直男啊 我从小就接触美少女战士系列 梦幻游戏 Skip Beat 华丽的挑战 或者一些纯恋爱类的都看过 甚至到近期看一些女性向的韩曼 都会莫名的感动罗泪啊 扯远了 拉回来 该作品由韩国网路小说家 初共撰写 最早是在韩国小说频道 Mampia上连载 后来转移至Kakao旗下的平台 于2016年开始连载至2018年完结 后来由韩国的RedEyes Studio 改编成漫画 于2018年连载至2021年完结 在去年的时候还有推出番外集 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 都是从漫画接触该作品的 而该作品在全球漫画人气也非常的高 甚至在美国有大量的粉丝 上网联署 跪求希望可以将它动画化 从2019年发起 至2021年时 累积了近18万的人联署 于是后来厂商就与索尼合作 终于在今年1月正式推出了动画版 计划至2028年将推出总共6季 虽然我个人觉得第一季的动画版 节奏跟画风呈现上 比我预期稍微差了那一点 当然还是希望下一季可以更好 而开播后第一季 在欧美各地区都拿下不错的成绩 而反观日本这季因为怪物太多 所以成绩表现上就比较稍微靠后 表现并不如预期 题外话这IP在日本也并不是陌生开发 漫画跟小说的冷气也并不低 在2021年的Anime Japan举办的 最想动画化的漫画排行榜中 排名第二 而第一名则是 我内心的糟糕念头 真的当之无愧 而且在日本 手机营收最高的小说漫画平台 也是含长的 这个IP要不热门也难 而动漫作品的成功 也带动了DMC Media 年初的股价跟营收上涨 当然主要也是因为去年亏损啦 虽然前几年韩国有报道指出 不少韩国出版社都希望将旗下的热门大作动画画 但国内缺乏金族爸爸跟关键人才 所以导致各种难产啦 不过时过的近天啦 现在已经有不少作品都已经踏上动画画的道路了 在今年也推出了不少部 不过我希望有生之年 我可以看到见尊归来啊 我要看到清明打十个 那讲回我独自升级 该作品还有一部延伸小说 我独自升级 诸神黄昏 主要是讲他小孩的故事 但这就不是原作撰写了 但这种虚作通常就是越写越烂居多啦 想到某个知名活影忍者啊 就有点怕怕的 不过由于传闻作者的身体不好 并无法按时连载 所以该作品也是处于断根状况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漫画版 而连载的平台Cacao 在去年底也宣布 我独自升级的漫画 全球的总浏览量已经高达143亿次 即使这么强大且并含变现率的IP 当然不可避免的被当成摇钱树 不过一如既往我所说的 IP是IP 游戏是游戏 并不是每个IP都适合改编 也并不是掏上IP就等于成功 那些焚头涨草的游戏比比皆是啊 其中很多也不乏是知名人气作品 但很多厂商都只是想投机进场炒一波短线 想着与其高成本去创造IP 不如直接榨取现成IP价值 然后廉价套皮一款接着一款出 搞得现在不少玩家看到IP改编 就相当于艺人代言推荐必玩大作一样 等于是烂作标签了 不过这次我觉得更不幸的是 这个IP制作落在Netmarble手里 以及在游玩期间真的会觉得越玩越恶心 该说真不怪是我大含有的尿性不减 还是Netmarble的死性不改 又或者是因为过去像是七大罪二字国之类的收获成功 让厂商他们颇有自信吧 虽然说这款游戏是想走进全球市场 但它呈现的感觉还是维持过去韩国那套Pay to Win的策略 这就让我们后面一一细说吧 另外Netmarble官方表示 这款是以单人体验为主游戏 未来更新不会加入多人元素 记住这个后面会考 游戏目前仅开放部分地区测试 虽然官方说那是抢先体验服 博插也是赠的次收费上架 而在下个月8号就会开放其他国家了 在这种紧迫的时间下 未来的内容大概也不会改用太多了 目前是泰国的表现最好 占整体营收到8成 不过当地的课金强度 远远没有美日中韩台来得高 比较像是压力测试吧 顺便试试水温 就看厂商之后会不会拿下美日韩其中一个市场了 但我推测的最后还是韩国战大头 这款在日美应该是红不起来 然后另外抱怨一下 我玩的是PC版 厂商想搞手把跟剑鼠的热切换 其实没有关系 但也不要做那么半残嘛 搞得很像以前用小软体强制映射手把的感觉 并没有另外针对手把的UI设计 而且剑鼠跟手把 并没有办法透过设定去选择或者关闭 就算你当下是用剑鼠操作 但只要你那个手把没有拔啊 战斗中的那些快捷选项还是会以手把为主 然后那该死的震动也不能关 隔壁的崩体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吗 你都一间20年的老牌公司了 该不会是技术做不到吧 拜托你未来就加个开关吧 游戏的类型为常见的关卡车ARPG 目前都是一些单人推官爬塔之类的玩法 但它还是有一些微色的咀嚷部分 除了成就排王榜以外 等到之后你解锁那个破灭的网作 你就可以跟其他玩家比排名拿奖励等等 刚刚说好的未来更新不会加入多人的元素呢 还是说已经包含在内的就不算未来 我看下面还有两个未开放的隐藏功能 感觉不妙啊 然后如果你是完全不客进休闲玩的话 可能得花不短的时间才能完全解锁这些功能 上次玩到这种能卡死你好几天还没办法解锁功能的 就是那款少女前线2 就不知道这些厂商有什么大病了 别搞到最后那个实际使用率超低 卡个寂寞了 剧情方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简单过一下吧 十多年前这个世界出现能连接异次元的传送门 通俗典将就是副本或者地下城 里面有各种无法用常理消灭的魔物 有反派就有正派 人类中出现万宗选一的超能力者 被称为猎人可以跟他们对抗 那主角陈振宇就是号称人类最弱兵器的一级猎人 某天参与地下城探索任务的时候 大家发现了个双城地下城 虽然历史告诉我们 遇到这种不熟悉且陌生的状况 就应该果断转身离开 不过编剧之力这时候就会在背后施展将士大法 于是大伙就因为好奇心驱使前进 结果的结果就是不意外的不意外 几乎被灭团了 而主角在被打爆 以为要全剧中的时候 却因为觉醒了系统能力 开始他的开挂之旅 后面就是他一路整形升级变强的碾压众生之路 如果你有长醉寒慢的话 对这些设定应该多不陌生啦 他们真的还蛮喜欢这种地下城加龙奥天的路线 或者各种系统风格 像是登陆武林或者天魔玩家 然后再搭配个穿越、转身、重生的题材 有时候看着看着 真的会有种重回当年看小说频道的时光啊 希望哪天厂商可以去捞一下那些老作品 很多我觉得都还蛮适合改编成漫画的 游戏中的剧情大致是以漫画版的节奏来呈现 还有一些不知道是原创还是小说的剧情被做成支線 剧情演出方面时好时坏 几个关键场景会有CG演出 做的还是蛮好的 但更多时候的过场就是直接帮漫画素材 高情商讲是还原啦 第一情商就是省成本了 还会出现那种场景不对的状况 像这段是委托猎杀嘛 漫画中是在洞穴里面 这边却变成在一个沙漠峡谷 就挺怪的了 然后更惨的就是个人支線方面 他没有配音就算了 演出还很随便 有时候就摆两个3D模型在那边 也没有任何表情嘴型之类的 还不如两张力会在那边弹跳 我觉得整体在剧情的塑造跟带路管这块 是挺失败的啦 就迷登录画面做的蛮屌的 就实际怎么会烂成这样 那人物的美术建模上非常的寒 应该是看得出来 服装材质上有做出一些光影跟细节 这点还不错 脸部远看还行 但一放大近看 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过可能单纯是我看不习惯了 目前已公布的23位角色中 女性只有8位 除非未来有更多原创啦 不然如果你想搞什么妹子队的话 就还不如等其他游戏吧 而且漫画中 我也是比较喜欢看主角一路碾压啦 对其他角色或女角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兴趣或者印象 带来游戏它登录有做一个大厅跟功能性NPC 理想上是可以让玩家能操作主角闲晃 或者可以透过NPC进入一些场景 不过实际上是根本用不到啦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的直觉操作 都是点开选单去找 除了因为任务需求或者奖励 必须去跟NPC聊天以外 不然应该不会有人特意去操作玩家 然后再进入场景 就有点脱裤子放屁啦 而且这空间设计也挺无聊的 没有太多互动机制 当然也有可能他们最初是想做成全相亭的设计 我可能因为时间成本或者技术考量就放弃了 而且这个对话的镜头移动也很微妙啊 厂商不觉得很怪吗 再来它的UI设计也很魔幻啊 像这个达成领取条件以后 它就非得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的动画解锁 你只能领一次点一次 就不能一直点亮一次零吗 还是说这个特效是老板做出来的 一定要崭新的出来 再来讲最重要的战斗吧 场景和怪物建模上 在材质跟细节处理上都很不错 但这个场地设计也有点太空旷了 我在玩的时候都觉得它是故意设计成这样 来拖通关描述的 另外我个人有时候并不是很理解 一直对外强调是个主打动作的游戏 那为什么要塞自动巡弱跟自动AI的模式 既然如此干嘛不做成放置版就好了 我100%相信受众会比现在多更多 你赚的也会比现在多很多 讲真的啦 如果玩动作游戏 还会贪毒这些功能的话 大概率也不会是这类游戏的核心目标 可能下载抽抽卡就退坑了 当然如果你是始终IP粉就当我没说吧 而这样设计的目的 肯定不是为了减少玩家重复刷材料的作业感 因为它后面有个部分扫荡 这我后面再讲 主要还是给那些超级重客用户 可以不用太动脑就可以无脑通关 而且一般情况下你用AI 简单的有可能打过啦 稍微难一点或带特殊条件的 AI不是摆烂乱打就是死给你看 五方战斗上场会依据主线 推弯爬塔等不同场景分成两大模式 一个是强制主角战场 加其他三人可以在后台放技能的玩家模式 一个是扣除主角外的三人小队 并且可以自由切换上场的猎人模式 带来框架除了类似古早、战法木、元素克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破盾的机制 它在游戏中叫做封印 而透过封印技能破盾后 就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 造成的伤害会大幅提升 角色今天目前没有强关联或者联动配对之类的 这边举例像升空之眼 根据你的角色搭配不同 它会有设计一些不同的大招模式 不过毕竟原作就这样 也不能再多要求什么了 而且依照场上现阶段的产能和状况 也不太可能设计更大的框架了 而主角方面 除了普攻、技能、大招外 还有额外两个武器技能 以及之后会解锁的暗影军团 就是多一个召唤技能可以使用 在闪避的时候除了可以触发无敌针以外 还有类似魔女时间的QT技能 这时候你就能绕背输出技能 这招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像打第八章的骑士王 打到一定血量后 他就会跑到远方拖时间跟放远程 如果你刚刚闪过那些远程 就你用这招 直接飞到他背后偷袭 可以省不少时间 另外像倒地跟浮空眼的触发QT 而且主角血量归零的话 还会触发另外一条命 真不愧是主角的光环 硬是比别人强 战斗中的打击岗 我是觉得还蛮薛丁格的 小怪兽级反过很软 很像以前他玩的三国无双系列 但精英Boss就是时有时无 你遇到大体积怪物就会变像在砍空气一样 他是动也不动 根据我逛完过几款动作所为来比的话 包含操作手感大概排在中间水准吧 不过手感这方面是比较见能见智 之前我也评测过更烂了 但只要IP粉喜欢 什么缺点也会变成优点 再来他游戏的关卡设计 明显是偏向数值举向 因为怪物设计他没有明显的额外弱点 或者一些场地机制可以辅助 而且必在有限的时间下完成任务 所以你只要DPS不达标 就很难单靠硬操作来拼通关律 例如像早期的龙之谷 可以找到神人影片来学习 靠凹操作来单通 但这种有限时限战力的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要么就是狂克金把战力硬抬上去 当然你也可以慢慢玩慢慢养成 说不定玩着玩着 官方还把难度下修了 不过因为我本身是不习惯看那些排行榜刷抽 所以如果你有规划的话 前期玩起来体验应该做好一些 可以靠SSR强度来弥补操作上的不足 但后面早晚你就会撞墙了 另外它这个推荐战力其实跟假的没两样 因为它是一种纯虚胖的设计 例如强制出场的主线好了 其实你把后台辅助战略拉高 但你主要还是要靠主角输出嘛 如果真的按照它这个标准 我在打骑士王的时候 其实是远低于它的推荐战力的 但我还是可以打赢 这时候就有小聪明说啦 欸 那我们就集中养主角咯 嘿嘿 没办法 别忘了 还有一个没有主角的猎人模式 你就是必须强制养其他人就对了 那再来就是进到这个养成系统 这游戏其实并不像常见的二游 它会用体力来卡你的资源跟养成进度 而是用金币 就是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缺 明显的工序很不平衡 如果你不小心乱点乱花的话 你点花好几天才能补回来 它也无法重置 导致那个试错成本非常的高 这我玩过这么多游戏以来 现在能卡资源卡的这么不舒服的 真的已经算罕见生物了 而且这游戏对钱的需求量 真的是近乎病态 充满满满的恶意 真的让我越玩越劝退 那养成系统也是分子主角跟其他角色 主角有额外的属性可以点 还好他除了重置以外才需要花钱 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话 我今天一开始先无脑点力量 不要学我一开始全灌什么敏捷 结果伤害低到爆炸 果然还是要跟着原作走啊 然后是武器 有分主角限定跟一般角色限定 目前主要来源就是靠抽取 一般角色的话也可以制作 不过那门槛非常的高 然后这个武器它可以同名精炼十次 真的非常的逆天啊 而主角用的武器 它可以放技能以外 根据你不同的精键 还会解锁不同的功能跟机制 让你建设什么叫做真正的客金专武 再也就是其他的装备了 一些常规的套装机制等 后面还会开四个饰品栏位 但我是没办法玩到那时候啦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照办 MLO那种随机强化系统 让我加10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要让我全身发光 然后再来一个闪耀大翅膀 干脆一点加入个几率爆炸 这样才方便你出一个防暴券 或者避身券来削一波 未来再开一个商城 根本美之之啊 虽然它装备不需要升级 但你更换装备的时候 都需要额外消耗游戏币的 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挺傻眼的 这真的很像以前在玩那个MLO 当你镶嵌宝石符文要拔除的时候 必须要花钱或者道具才行 那你怎么不干脆上阵要收钱 推官要收钱 上线每分钟都要收钱 点击各项功能都收钱好了 要贪了就贪了个彻底嘛 再来就是技能方面 主角的话是可以根据喜好去自由调整 比较不一样 而基本除了要升级以外 主角也多了一个香砍宝石的功能 可以增加技能强度 然后其他角色就有些常见的突破身心 我看说明的话是最多5阶 但不好说未来会不会升到10阶 而且等你40集以后 它还会解锁额外的角色强化功能 这些角色都可以向上强化12次 就我自己觉得这整套养成系统 有点太过冗余了 感觉设计核心是偏偏往养成靠拢 而不是动作性 然后它的版本活动也蛮糟的 像是刷副本会随机掉落活动道具 可以换一些文字腿奖励 然后搭配看起来就很廉价的大封系统 那这次是换成扭蛋 但也是差不多鸟样了 完全没有额外的活动关卡或者剧情 可能唯一的优点就是你只要按时登入做任务 就可以保底拿个12抽跟随机的支援 不过你想拿满这些奖励的话 是不去靠另外的课金抽卡或者刷关去补的 就一个大IP的活动搞成这样 未来堪忧啊 但也不排除未来公司的时候 可能会有其他的压箱宝 然后另外讲一下 通常这里二友 它在有稳定的商业模式下 通常版本的活动是不需要额外的消费行为才能拿完奖励 说实在会这样搞的很多都是一些短线游戏 然后它最新的更新还跑出一个多人的排名活动 要爬榜的话就要去刷一些副本 但它副本的每日次数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想WIN就请PAY吧 说好的未来更新没有多人元素呢 然后这个排行榜也很迷啦 其实我并不是每天长时间都玩 但还是可以有一个前段的排行 就如果它不是有内建分区 就是玩的人真的很不多 而且其实到那里都一样啦 人天生就是会爱攀比 然后就会有人不按规矩来 所以你场商只要想搞排行 就避不开外挂了 之前已经传出不少人靠外挂各种上分 当然现在是人少你可以慢慢疯啦 为了人多的时候你要过滤就很难了 我可以遇见开服这场商被骚烂了 真的是慢走不送啊 最后客机方面 抽卡的话是走一个全角色武器的大混池 80-160大小保底 会继承到下一次 不算双倍的话 10抽大概是660元 这点倒是让我挺意外的 居然没有千元起步啊 但它这样设计其实也挺坑的 因为你不能照你的需求去抽 像主角武器我抽到一大堆 根本养不起也用不到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 重点是它是各种小地方 都会塞入提醒你课金的按钮 不管是要刷副本啊 零每天支援 无时无刻都在告诉你 克拉克拉克拉 奖励多多喔 就少到你不课金的话 只能打第一件关卡 然后有些关卡 你想一次张两次刷 没有问题 但要三次的话 请课金 就仿佛这是在玩二之国的单人版 虽然不像那款广告一直弹出来 但吃相依旧难看啊 其他就是多一档位的通行证 但比起之前我评测过的诺亚之星 它可以搞出十来个不同名目的通行证 这个还算小care死了 然后就是买礼包 多买多送 每个月只要买十次 SSR武器 送到家 数值UPUP 直接赢在起跑点 然后可以根据通关内容 买对应的额外礼包 就真的很韩系 那我想说之前有开箱过的那款韩系放置游戏 它也是花样百出啊 课金项目比游戏本身更出彩 无课的资源十分有限 课金的资源异常丰富啊 养成缺钱吗 我都放在这里了 快打开钱包吧 创造机的营造需求 才是厂商获利的必胜法则啊 结论 社不迷人 人至迷 情人严厉 除西施 综合养成 游玩体验来看 整体跟另一款差不多凉凉的一拳超人世界 是互有优劣啊 尤其课金这块 它真的是全方面超越 突然让我想起最近公测的P5X 反倒显得眉清目秀起来了 虽然单看不怎么样 但放在一起 真的是高下力判啊 而且它表现出来的驱动力 更偏向是让用户为数值买单 根本体验不到IP本身的魅力 或者动作游戏设计上的趣味 粉丝真的会为值买单吗 我很疑惑啦 不过我看到资料说 这款开发成本很高啦 但实际上21年4月公布要改编 22年初就开始测试了 外加以它表现出来的品质 我是真的不觉得它高到哪里去 更像是炒短线秤热度 可能大头还是花在IP授权上吧 根据资料写说 厂商在游戏业务上 一个季度要支付的授权费 就占营收的40%以上 想靠IP加广告就赚好赚满 真的是走在初期有效啊 品质跟后续更新运营不到位的话 该拉还是得拉啊 也难怪你公司亏损成那鬼样子 还能被称作什么RPG大师 我真的是醉了 不过厂商听说是蛮有信心的啦 还有分析师预测 它游戏一季 大概是能赚个400亿韩元 到时候再来看吧 希望厂商别翻车啦 当然还是要再次重生啦 如果你是IP粉 非常想玩 不用犹豫 就自己亲身去体验 因为说不定你会喜欢 只是对我而言 我是更喜欢让我玩的舒服的游戏 而不是花大钱花时间 找虐售售后 一两年后这游戏凉凉官服 外交我是比较喜欢看新的东西啦 对以致的剧情真的是兴趣缺缺啊 而且未来还有明朝啊 绝曲林跟什么绝晓啊 都在等着上架了 就不留在这里独自坐牢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